HELLO 大家好 我是白丁 今天来会继续这个AI的视频 然后会这样子就是会你们看得到对11集就这一集的话 你们看到标题对会教你们怎么样 从一开始什么都没有做一个那个简单一点的一个海报设计 对然后第二个会做一个那一个像那种 怎么地图指引这类的 就你通常去玩的时候你会知道那个什么 就是哪一个就是说给你指示说哪一个地点到哪 就是那样子一张这样的地图 那最后一个就会做两个东西一个整个这样 好那个题材的话就是说一个背景素材 我选了这个Royal Barnet Garden的 因为他东西比较全 对因为一开始的话是这样子 呃有很多啊先把这个打开一下吧 那通常我这样子我默认就是A4 然后你们看自己的一个尺寸对吧 呃比如A4对吧 你看到A4那我就做A面B面吧 通常就两面吧对吧 那一样做个两面那我们呃我选个横排速排都可以吧 个人发传到应该速排比较多那就速排吧 可以你看其实我也是很随意 好那这样子那首先这样呃那一开始的话有一些不同的背景对吧 那我们知道Royal Barnet Garden啊 你们反正你们就打Royal Barnet Garden 就是那个名字这个Royal Barnet Garden就有了 那就这样子那可能是那我们现在准备什么不同的素材 那现在就是说他这里有很多不同类型的一个怎么讲背景啊 还有他的一个展览啊呃或者呃照片等等这类的 你会看得到这里什么佛罗关手拍照等等的 那我就随意抽一些然后我就放上去可以吧 那你们就呃你们就怎么样就看你们这有什么就放什么 因为再好的排版 你没有好的素材他一样是很丑懂吧 那排版上面你们去这里Pinterest Pinterest你们可以这样子打那个format 那format的话对你们打那个format format是那个格式的意思就是那个format design对吧 那通常呢呃还有两个那你看到这里其实有很多不同的format 对吧那如果你说啊我要poster那我们就一个poster呗对吧 呃前面poster对吧呃这样子就反正你看你需要然后就打 这里有很多啊但是你反正不要说你反正就看哪一个你觉得合适的 或者哪个风格好看的然后对然后把它这个格式要拿下 然后再自己进行一个修改嘛反正就会我教你们那个方法是怎么样做 好还有那个再下来就是呃反正就有一个东西你们要搞清楚的 poster他是指那种三折叶小小的信息量没那么大的 这种东西叫像下我鼠标这一张这种叫boucher或者像这种一点点的不多的 catello是指什么catello是指那个很大很多的那个 能懂吗就是说很大的后后那本你会看到就这种你看比起刚刚那个你看就变这个 他量明显就大很多就是说他指后后的一本那种叫catello 三折叶那种通常叫boucher也就是说平常说车子什么的对这个只是一个英语上面的一个普及啊 好那个下来通常的这样子比如说我现在呃我这个是后面下一节课再用的啊 是这样那个比如说我现在好我找到这里不同的蔬菜比如说呃我想放这个reading对吧 他有一些什么东西那比如说reading对吧那reading这里图片我们也有对吧呃那有图片那这里有不同文字是吧 那要那一个bcent reading那比如说里面还有很多那其实对所以说就随便来嘛反正就是 那就哦看一下哦反正没有文字的吧那文字那个我们在随便在抽取吧可以吧好那就这样子 然后通常比如说一个排版上面如果你说你很急你要找刚刚是前面拼的也是说你们找你们需要的现场的怎么办呢 比如说现在这样子我们找一个ai ai以后那我们可能这里找一个平面广告可以吧这啊反正你们自己选吧可以吧 然后这里可能是说有没有什么现成的呢啊比如说这样子嗯哦这样子那可能是说啊这样吧我可能我要这个背景就已经在后面那个我要这个虚化的这个面可以吧啊对我要这个面那我就把这个拿下来可以吧然后那个免费下载 免费下载以后download啊那download以后我选择save对吧选择save以后哎你看到啊这海贼网不用管的啊啊对不用管不用管他啊然后下游了哎你看到了这里已经下载完了啊对我网速是比较快哎 PSD的啊也没关系也没关系反正就哎OKOK啊哈哦看一下啊那一个对累了好那这里这样子那反正上下两个面对吧上下两个面的话呢一个我们就直接这样子那通常这样子a4对吧 Ctrl加R先把尺柜给打开然后那个方格工具对吧行举行工具啊啊PT啊不好意思还在开一遍因为我通常是用那个millimeter对我不我不送我这我送这个millimeter好那一个OK然后crain 哎树牌的不是横排的啊这是那个之前logo啊大家当中看不见树牌OK的好那这样子那就呃然后这样子就OK了呃我们可以ctrl加R对吧ctrl加R吗shift加R有什么用呢这里你看我们可以把这个画板给挪啊挪到旁边 反正反正就是看名字你不用一定反正不要强迫症说我一个我我弄了六七个然后全版很贵的千万别干净我事情反正就这么简单啊啊就这么简单啊反正就呃你说你刚看到比如说呃shift加O shift然后加O然后就是说你看010你就反正012个都010就好你不要说反正如果是说呃这样子你我这样开个心了对吧即使我现在我这里把它呃 我即使我这里OK比如说呃比如说我现在开了对吧然后我这里即使我把它那个呃怎么就是那个对这里这个这个名字rspot free对吧我即使我把它改啊现在不能改是吧因为有时候它可以改即使改成01的话第一个还是你一开始那个反正后来的就是先的就后来的就是那个最新的那个最后那个页数好 好那个这样子我们那个举行工具对吧然后把颜色给啊射板还要调一下是吧啊通常就对我通常会这样子就是会容易的这个玩意啊呃好那一个把这个往下拉反正默认射板通常就用这个了哈别的再说吧通常很少用 因为有些很多颜色素材等等都是在psd上面好那个不要auto好免得麻烦然后把这个挪到这对insect control加r把这几个给拉一下 先把辅助线给画好啊不要急先把准备工准备工作给做好不要说上来我要画怎么样怎么样不要急啊做事情千万不要急越急你事情越做不好就是反正丁丁的事实那对通常这些东西要做好为什么出血为什么你必须要留好如果没留的话到时候很容易出问题就这样就这个意思好那通常就是说会用psd加那个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就金山是吧好我先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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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金山是吧 拿出来吧那就金山是吧那就金山是吧我就把它放到我这里吧可以吧那我先把这个打开现在哎呀通常都要配合这片是一起用这个不骗你们那比如说这些这里我上掉了可以吧 ok然后这样子那你们凡自己选最喜欢的可以吧然后最喜欢的你呃然后你们再直接看呗可以吧还有这就简单那个海报然后就放里面 的内容信息那这样那那种信息你说排版这个东西怎么样好看这个东西呢只能说这样子了一个这是一个怎么说 呃就是说这个就完全看一个协调性了你我一边做你们慢慢去理解那比如说这里有很多现成的效果都要比如说我现在拿我就想拿这个刷子 呃真的是新的这个呃浏览器还没有用习惯因为今天我跟你们说过我重装完一次那个机子啊啊 啊先继继继续继续好比如说那这样子哎哎 好那这里比如说ok了以后我们点去layer开个新的对这个把锁掉为什么我们刚刚来辅助现在我不想弄到他所以呢说我通常 哎哎不用管他先这样子好然后把这个颜色我通常颜色统一呢你们反正就因为是这样子的如果我现在是蓝色你看到我选上我这个边是蓝色那如果是说我说OK这个部分我现在这个这个图标啊 书法还要换换啊比如说像这样子我换成红色ok你看一下哎对他就换红色这个你自己选择我通常默认就来不就反正就统一来不免得麻烦这样子好那一个继续我们回来这边啊回来的旧经商我把它打开一下 哦没有哦没有显示是吧怪不得没有了 ok 哦 ok那你看现在整个东西出来对吧就这个东西反正就哎 然后点了控制还是哎你看到对这个东西我们就有了是吧 那这个哎这个图我们不要他然后我们想要是什么的哎 这个我们也可以要可不要这个东西然后你你知道 ai是可以这样子的ps我这样拉哎你发现对当拉手有什么问题对他是白底他不是透明笔 那就是说如果你要透明笔你要怎么样做了啊这样子哎等会教你们这样嗯嗯 那 那这个是黑色的一个笔刷对吧哎呃我看一下呃我是想要一个这样子的这样我先把调整白色可以吧那调整白色时候我我想把这有关于效果是吧 啊把旧金山我想把旧金山我想把那什么看一下啊 啊对然后下面这一些的我也不要就下面这些 嗯 这样子行吧行吧就这样吧就这个吧好像logo也可以我就要这个 好那我把这个给拖过来 行吗啊 难道不行 好奇怪 ok哦要这两两个一起动了可以好那比如说我现在这样子 ok了那比如说现在这样子你刚刚说的这个背景刷我拿过来了对吧那你说要不要保存呢当然要保存了这样子哎 好那比如说我现在放在这里啊那这里啊我们有一个这个可能是我想要的上面呈现的一个重点啊那个我处存一下啊 那个就在这里 啊那个因为对 ok那储存完以后呢一边正面然后那首先这个东西我不要考虑说他风格一个合不合适就协不协调啊对吧 好然后再下来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去找我们这里拼了我这有些那个 哎真的是看 好 好那这里你看有反正你打有很多格式那可能是这样子啊我就我随便抽我随便看然后看哪一个合适我就用那个吧对吧 我就选我不要拨球我就选那个poser 那比如说像这一种好像都没有一个信息性比较起比较全的对吧那也没关系反正就 啊可能是说这样子呃我弄一条黑线然后既然是按照模块化风格对吧像我这样子这块模块化风格然后去去做呗那就好模块化风格反正就给拔塞的满满的对吧就这样子一个风格 呃那这样子做呃我们先这样子呃有一条白线对吧那一个我们先这样吧比如说这个breeding的一个素材的吧那这里是一个素材啊然后pinscreen 啊然后点一下mm的话就是举行工具好那你就看到了大概这样子吧对吧 make clipping mask打开模板能懂吧就这样子反正就是简简单单的这样那字体的话a4通常怎么样的通常是这样子正文就是1212那我们回去这边看一下我什么什么字 那这个字当然内容其实正常breeding的内容不会这样子的啊啊啊啊啊可以可以可以copy过来好好就是然后我们这样子那先那个快然后再controll v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个正文好然后字体上面来讲ok那这个字体 呃一个标准上好那个啊啊也放过来 呃字体反正通常是这样子官方的有两种一种是 一个是这个 A-R-I-A-L 这样子一个还有一个是time new new woman 一个什么new 什么那个啊 time new woman 通常这两个啊 反正你看你自己喜欢用哪一个都可以 这个没有问题的 然后就这样子 那比如说我现在我就这样子一个这么长的对吧 然后这个我可能就这么大 然后这个字体的话哪一看这里 十二十二我觉得就啊 OK 换一下界面啊 这样啊还是这看习惯十二对吧 然后十二以后对吧 然后这个caracter我们点一下 caracter以后行第二个这个AA 这个值是什么 通常是1.5倍也就说十十二除以二是六对吧 然后再乘以三懂吗 这就是1.5倍的行举也就说我们要给他一个十八 还有管上面我们给他通常给这个 对就让他左右一个平衡这样子一个情况 然后再下来的话那比如说下一个白白的对吧 那我们这样子 因为我们现在layer是在已经在我们的layer layer了对对对对对 我们layer ok 我们layer你看到我们现在在刚刚辅助线上面这层 所以说我们该怎么样 arrange center back 放到最底的那一层再下来了放到最底那一层以后 刚刚那个新电脑不好意思很多参数没有调就这样子 ok 不过也好你们有些东西可以让你们直接去找就我直接找好你们都不用去找也好好那你看到 哎天哪我选的颜色那就ok了对吧那这样子就算是这个就不要了 action也不用就这样子两个就可以了好你看到了那这样子 一个白色的一个 这就奇怪了这个send to back对啊可以了那你看到这里就有一条那个简单一点的一个什么就是说一个 呃白色块能懂吧然后这时候我就按着他这个网页的风格你看就很简单然后一条这样子线对吧一条线那一条线我们也按着这个方法来做那一条线 那我们怎么样对我们也是这样子一条线给要画过去就是说本来的东西如果有一个风格那像这种他想体现种比较欧细的高大上的那我们就尽量就是说突出他本啊0.5 啊通常0.5尽量显示一点当然要看他你那个打印场的不能打出来这是另外这是另外一回事啊这个东西你们在注意注意这个东西你们可能做久就知道就是说有时候太细了然后怎么样 哎打不出来就这样子好那这样子这个呃0.5可能好像就有点太粗了我选择7点0.5吧好那这个初期差不多好那这样子下来时候我们再来一个刚刚 嗯这里我们再弄一个色块为什么弄一个色盘呃你看你看这有一个绿色的走吧我刚刚刷过去的时候看到了好那这样子我我反正还是用一个呃怎么就是一个常规的块你们当然要自己选颜色啊你不要像不要像我说做的这么随意可以吧然后这个东西的出息哎你看到嗨啊反正呃大概弄就可以了因为平面东西 每一法像产品那种说这么精准也没有也没有必要说实话那这种就比较规整的一种排版对吧那你说在复杂排版那等下上网看啊比如说刚刚模块画对吧模块画是怎么意思你看到就是一块块看到完一块块那我现在我也是这样子我也是想把它排成这样子一块一块就说哎 好那这个我们就不要了因为了logo等一下什么的我们就放这然后这边呢是那个然后下面的一些内容信息可以吧啊PS还是不要开这个东西真的越开越卡好多余的这个拼的玩意我就不讲了然后这个 对我先把它删掉然后这个也是把它关掉了其实啊 然后回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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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比较重要 然后这个照片的话因为想主要讲ready 那可以这样子哎哦 看一下哦这个是什么呢 呃visit啊啊contact request这是最最底下的一个东西啊最后我们想要放一个联络信息啊反正这个是一个 这个很简单的排版真的有你们你们说有有什么复杂排版想做或者你们想弄的你们可以告诉我一下 然后我就按这个复杂排版然后给你做点可以吧 好那这里这样子已经有了对吧 然后现在我们现在把这个东西给抠下来对吧 pinscreen ctrlb那你看到刚刚这个东西我们就有了 当然我屏幕是比较大的我那是二十几层的屏幕 啊就说所以东西那个pinscreen起来会比较清晰啊懂我意思吧 然后这时候出现一个问题了啊 等一下 哎呀怪不得了有时候就驱动很麻烦的 好那这样子啊刚刚看到方形对吧 但是我们贴到了背景上面那就会变成什么就是如果我们贴到这个背景上面 他就会这里贴到这个位置你会发现他方一块很丑对吧 那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这种时候就是考虑你排版上面的一个灵活应变了 这时候非常重要这个东西 然后这样子那比如说现在这样对吧 然后哎可是说差不多差不多这个位置吧可以 然后一样串点好对我们把它变成圆形变圆形以后怎么办呢 电脑还是有点小卡大家不要太介意 那比如说我可能弄我觉得说啊差不多这么大好像可以了吧 那这时候好像有点虚也这样子一个对正常啊这个不虚才怪的这样子 然后这个地方他们有颜色的吗 我们把边给拉成黑色 然后再把它给它加粗一点这样子来突出这个logo 这种就是排版的作用就是说你要突出什么你就突出什么 你不需要什么就不要放什么就这样子 反正有什么不要说我什么东西都很好都放上去 哎你看这样logo就很突出了 那你现在这么看A色好像很小 你反正觉得小对吧你再下一个第一个你自己下一个高清一点的那个 哎有时候你会看把底涂给选上记得不要选都选中底涂啊 比如说你现在选太小好那就再大一点呗 那有时候反正你会觉得啊A色这个logo看这么小很正常了 因为A色质才多大对不对 然后再下来contact with us呃这个地方好像有内容吗 ok那我们就拿这个内容放在底部吧反正就这样子啊 这个PS我们先把它关掉吧 好那我们就要这两个部分可以吧 那就这样子 这个是吧这个是一个部分对吧 然后按照Alt把这个东西给复制一个多一个出来Alt啊 然后模板以前有讲过哪一个在上面就是那一个记得吧 哪一个在上面就是说就是那个就是呃被选取范围啊 然后这样子然后这个是地址我们也一样当然你们可以自己弄自己啊 我现在是完全是偷懒因为通常就是说呃这个啊你先啊对因为通常这样子因为这两个的话 哎蓝色刚刚刚刚刚刚好缺个因为通常怎么样这两个他自己通常都会不一样这个很正常的好那这样子我可能是说我就这里然后这个字体明显太大对吧 因为通常这个地方他不会就说刚刚说正文是12吗对吧那平常肯定不会了对不对 那比如说这样子啊比如说啊这样差不多那这个放通常怎么左右 现在看好像有点太别的这样那我还是还拉到这吧那这边地方你可以出去反正如果是色块那样子的东西我觉得可以跳出去那平常的就不要为什么呃呃怎么讲呢因为呃呃 我万一就出血位就是怕你踩错了或怎么样的对然后这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把这个皮肤给关掉然后你看了哎这时候有问题第一件事这个线他不在顶层那我们叫branch to the front 我们不用管他涂层的前后先后啊反正这样子一看哎看起来还是挺干净的整个但其实这个我认为这个笔刷的效果不是很大对吧因为这个东西太重视了呃老外的东西宽价性比较强我觉得不会用到这个功能 好那个就啊把这个Google download on the app store或者什么的呃或者然后再下来呃比如说介绍对吧呃看一下哦 content with us 行吗那就把这个给那个吧就当做一个redding 就是说当那这个海报就当做这一张的话就当做怎么样就是一个啊专门推荐别人来结婚的这样子一个 一个海报吧可以吧就灵活应变吗这个东西反这个东西你反正就说他是什么样你又做的像怎么样他本来应该是怎么就说你想表达什么东西吧我觉得还是这一句就比如说我现在是看着那个就看就说看着然后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吧那如果平常不是怎么办平常的话呢就反正你就看嘛这个东西那就说呃你说如果是说我要做留意介绍那你肯定要说我你肯定要把那个什么东西呢你肯定要说我你肯定要把那个什么东西呢你肯定要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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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东西呢 你肯定要做什么你们旅游的功能给就是你们有什么东西给的资料给找好然后在ps把这个照片给P清楚然后这时候我把这个东西然后下面这个wifi啊这些文字呢就放进去当然前提那也就是说意味着什么你们下次找的时候找东西的时候不要先找排版就是说吗先找排版要找 但是你要找什么 找完排版以后 比如说排版 先等吧 怎么回事 再来一遍 奇怪 OK了 就说比如说这样子 你本身比如说一个版面 就像比如 我现在这张吧 那比如说你本身的排版是这样的 我先把它填上颜色 真的有点糟糕 我电脑非常抱歉 就这样子 比如说它版面 我这里一个两个三个 然后第三个这样子 然后或者那边是这样子一贴的 那这时候我这张图 要怎么样 就是说肯定不是一个perfect match 就说不是百分之百 贴合它那个 就是说形状纹合 那这时候要怎么办 你就要打开一个模板 然后看怎么去裁切 那可能是说我现在这张我拉过来 那肯定是不够的 对吧 那肯定不够 那比如说这样子 我在右边 我肯定不够 这样 那不够 那我肯定把人给重点一下 对吧 那这个字 我后面在 比如说contact connect with us 对吧 我就这样子先来 然后在这里 这样子再打字 懂吗 connect with us 那比如说这样子 我就再这样子就比如说我在这样子大概这样放上去对不对 当然改回去摆设什么的还是那些例行公司就这样子做就说素材大小你不用管它怎么样版面你可以先找但是素材你也要准备好先准备好素材还有你需要的版面就你想表达一个什么样东西呢你再下来懂吧 然后比如说这一集我想重点在reading上面的当然你刚看到他很多信息 然后呢 我又想说我重点就叫reading上面 然后下面这个地图信息对吧 上面这个reading就介绍一下 哇 vson的reading就是说是这样子一个效果 然后下面呢 呃 你在这里反正我们有很好的一个就是说公共设施的一个就是说非常完善的设施 我想表达是这样子一个东西 所以把这个给放上去对吧 那呃 那当然我现在是下拜啊 你们就看你们的那个shelf 然后给做一下 懂吧 然后比如说这样子哎呃 我想把这个什么yourself对准这个啊 然后这时候这样子哎 你看好像整个版面好像看起来比较丰富了对吧 然后再下来当然不能缺我们的一个文字信息了 对不对呃 这个吧 反正有数字什么的你们就到处看情况 然后再去调整 所以为什么叫排版排版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说不可能所有信息你放进去哎 都是刚刚好的 所以说你需要就是说通过 呃调整版面然后去更改 就是说通过调整你那个版面 然后去把有限的信息尽量的放上去 这就是说你去做一个排版的时候要做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说呃 排版好麻烦的确是挺麻烦的 就是说这个真不骗你们啊 比如说我这边放位置不对 那我我放这边呗可以吧 然后这边然后这边的话我就这样子那这个那意味着什么我这个我只能缩小一点呗 那上面这个到时候那肯定不会这么小那这样子的话反正就那我这样现成了到时候你们如果自己做那你们肯定就说要再再去挑战懂吧 那比如说像现在这样子 我肯定不能说让他这样 哎对我肯定说这样子为什么呃这里有个缝隙下面这块有缝隙我肯定要让整个版面看起来比较舒服我不能说让他整个版面看起来哇好累啊 这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比如说这里这样子那这样子放是吧那我这又有图片那看起来又很丰富那这里这个位置就非常尴尬了对吧 那我们就说我们需要再找一些不同的素材对吧那我比如说我这次的这两个图标 in screen 这两个图标外找了那就 好那这样的图标有了 然后就这样子 那两个这样子那当然呢有记得标题通常就是 对这样子那这样尴尬那就这样呗那就不尴尬了呗那就说信息左右他还能呼应对吧我跟我左边的然后 右边的也有一个标题反正内容信息本来就那么多了那这样子一看哎 还行吧这样子吧反正你们就看情况 就有时候排版就说第一个美感第二个那这边的功能套肯定是偏大的这这两个图标对吧那但是没办法 你这样子的话你只能说哎 然后这里好像不是很协调那我们怎么办就这个位置这个缝隙太大了我们就这里 这样子把拉下去 对吧拉了以后 这样子对我们再再多叠个模板上去呗就说比较麻烦但是不是说不可以 当平面东西他不用讲求那个怎么说这么规律性就说不用故意去讲哎你看到这样看哎舒服一点了稍微就是这样子慢慢慢慢弄慢慢排 好那个再下来那这边的一个文字信息反正就一样一样子这样子做呗那比如说啊 当然还有那个比如说现在这样子已经差不多了吧对吧 嗯 学文培学了这些信息没法用来没办法了好那就这样子 那回去的话那个 然后这里不行那我们可能是说这样看那我们只能说我们都放一张图片可以吧 那我们就放一个map可以吧我们就放这个这张反正人家有现成的那就有现成了当然如果你没有的对吧如果你说你自己要做一个 差不多的你刚好有做个类似的东西那肯定是说你自己去拍照或者上网找一些比较好的 当然这个东西有完全的就是说 我这个东西只是说拿来教你不是还来说对不是拿来说啊做什么的那比如说有时候 你拍完一个照比较好看的对吧那就 照那个 那是你自己的吗你就在哪来说拿来排版了什么的 所以平面通常的摄影能力会比产品设计专业的出来强很多 别人就在这里 好那这样子然后我再把这个给拆拆 对吧哎你看啊对就这样子了 然后这个上面好像就完成了你看就很简单很规整 然后不会很紧很满 对吧我该有些地方我会让他松了就松了然后有一个很好分界线 这边是下面的那个例子当正常不会这样子正常的地方下面的内容 那我现在我就随意直接这么找所以说就变成这样子 对我觉得你们也不会介意 好那再下来时候比如说那个文字了对吧 那刚刚他这里logo那我跟着他这里是logo吧对吧 那这个我再点一下然后就是 我 哎怎么着 OKOKOK 呃 哦 看下子 我哟 我哟我哟我哟 Tenic Tenic 啊 G OK 好那这里通常标题的话就是18 啊当然副标题你主标题可再大一点比如说那个 比如说副标题这里对吧那我看就说 这样子啊那比如说这个好像不是很够大我就开到36 36 哎好像是这样子好像还还OK啊 那我可能就这样子那这个版面反正我就真的随便弄平常弄的话会 再延起一点那比如说现在这样子了啊好像这个白块不够大哎没关系我们在我们再把它拉大一点的可以吧 再这样大一点啊可以吧 然后再这样子 那 那比如说如果是说一张其实可以放很多如果说你有时候不行我可能是说啊我这里就是一个 一边这里比如说 对我可以我就这么打有什么活动对吧我就打一遍 那可能你可以就说你如果是说你是一个很大的那你可能最大 Introduction然后放一张 预览的或者一张大图一张宏观的或者两坑图 然后在下面这里你再放一个不同的细节 我觉得这样子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啊 好那上面我们再放一张比较OK点的图 那我们可以这样子吗 上面的我看一下 那可能就说 这样子 那就这张吧可以吧 反正就我我我切到哪一张放哪一张吗 为什么 因为现在 有细节了 但是缺少一个大的重点 能懂吗 然后我不想我这次我不想要visit这个字 行吧 然后我就把这个我就这样子把这个小孩放这 但其实 跟那张图他是没有呼应的为什么 因为我本身做的是event就婚姻嘛对吧 那放个小孩图其实没什么关联正常我不会这么做 就是说我上下的排榜上下他一定有关系 我上面做什么我下面一样是这样子 就是说他一定是有个呼应 我通常不会说啊我弄一个就为了好看 我通常是不会这样子做 就是说好看没有意义 要有内容 懂吧 然后那这样子 然后在其实一开始切那块其实倒是最后没什么用 因为你们说要复杂一点 那排版也可以 但是 先把这个简单的学了 排的好看了 然后我们再说一个规则呢 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看 我你看我现在排了对吧 你看这样子最后完成了对吧 那你说 你说整个版面不敢说好看 但起码是说怎么样 很和谐 就是说你看 随便这么弄 起码你整个排版 一件事 你要做到很和谐 就是说 左右的左右的平衡感做得非常好 懂吧 就算你看这些的细节分 你一开始很看 你能看到一边对吧 我想表达东西 然后里面的细节对吧 你看到地图什么 你就知道是说你有一个APP在这边 反正就这样子 就说你要让人家一看大概知道你要讲什么 然后到这里正面就这样子一个解释 我我宣示什么 自然 好在他右边的时候 这个东西地方 那怎么样背面 那就简单 其实刚刚我一直在 给你们讲说一直想好 就这样子 这个 就是把各种的 比如说有什么东西就放在背面 就这样子 前后两边吗 然后这样子就把一个那个什么 我们就把这个给完成了吗 就这样子一个东西 然后这样子 对 然后模板反正就说电脑卡 你们通常不要把图片给牵入 我记得我ARD节课给你们讲过 就说 你们要把所有的文件整理的干干净净清清楚 这个是这个东西我就不会在那个了 因为你看我现在为什么会这么卡 就是说我说文件都是pinscreen 那pinscreen这个没办法 那你们有 反正我也不介意说 你们每一张存 然后在那个反正就有时候 电脑会考 你就看我现在就慢慢耐心的将做 那你看 我看在现在一个对吧 然后我再下去吧 就这样子如此类推的对吧 那我再来 这个肯肯定还有对吧 那 肯定这样子对吧 就把细节给放上去 那正反两面 看起来就是说东西还是比 比较那个怎么讲呢 比较就说丰满的吗 那这个东西是放那现在这个好像是11级我记得是 那这个东西呢 一张这样子海报 我们就已经做完了吗 对吧 那做完以后 那我们就 呃 这 等一下 呃 这样子 哦 OK 那下面两下部分我就把上面两 copy过去可以吧 就我就不弄那么多了哈 因为要交给你们是排版的方法不是叫 对就交给你们是排版方法记得 先拿那个版式你们可拿现成的多排然后排多了你们就知道那个 版面的平衡感 这个东西是练出来这个东西不是说你天生来然后那个版面就好看的 就是多买呃看 那个版面你们千万不要说像别说我买一个很大硬盘然后把所有东西给 拖下来下载啊什么的千万不要啊 啊反正就看多了就可以了然后就说而且版面吗 是看你要表达什么然后放什么不是说我为了排版好排版就是说千万不要为了好看 就算你说内容什么的都要有呼应这样子才有什么好说 你这个东西人家听你才会懂就说 你不然有时候 以后真的去做说排版人家问你为什么这样子说你肯定会不帅 那你看这样子就很完整的吗对吧 前后两张对吧 以后面所有的细节我有什么对吧 当然你可以再说我前面这个内容不过多我后面继续在向这页的 这一部分的一个延伸过去那边可不可以啊 这个是你自己选择记得要 很清楚去记得一个东西说为什么要这么排 这个很重要对好那个这个课就到这里 然后下节课会那个 做一个那个地图指引 然后地图指引后面我会用这两个的一个信息 就今天解决的信息 然后呢会做一个就简单的小册子 就是之前前面有做过一个小册子 合成起来搬到那个小册子里面了就要做这样子一个事情啊就是希望你们 灵活灵活一点就很多时候 特别是平面的产品专业你有建模有什么还是逻辑一点但是 平面就没法就很多时候很要求一个什么灵活应变对 那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